大家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册的第二十课 就是Lesson 20, Pioneer Pilots 先驱飞行员 像往常一样,咱们先看这棵树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请同一把树打开到第九十页 第九十页,生词很少,我们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Now, read at me Pioneer Pioneer Lord Lord Kelly Kelly Overland Overland 好,这个书生词呢,只有四个 其中几个重点词汇,我们跟老师先看一看 先看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词,就是先驱 或者是当动词来用,叫做开拓或者探索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Pioneer Pioneer 先驱或者是开拓探索 那么做名词呢,就是先驱或者探索者 做动词就做开拓性的工作呗,很好记 对吧,他做名词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搭配可能就是Young Pioneers 咱们叫少先队,青年探索者,青年先驱们,少先队用这个搭配最常见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完整句子 Henry Ford was a pioneer in the auto industry 亨利福特在汽车工业是一位先驱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在这儿是名词先驱探索者 auto here stands for automobile,表示汽车的意思 并不是奥托 那么作为动词来用呢,就是做开拓性的工作 我们看例子 The Ryan Brothers pioneered in early aviation Rine Brothers,叫莱特兄弟,著名的这个发明飞机的人 莱特兄弟在早期航空学,航空术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在这儿,pioneer当动词来用 咱们发现动词名词发音频写完全一样 发音也是pioneer 只不过动词后面有自行变化,一般估计是家里一地了,就好了 这个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动词的pioneer在生活中有几个重要的习语替换 咱们顺便同时看一看 比如第一个搭配叫break new ground 也是做开拓性的工作 字面意思是开天辟地了 把地给打碎了,叫break new ground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break new ground break new ground 也是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类似,我们看类似 邓小平's reform programs broke new ground in China 邓小平改革计划 一揽子改革方案 在中国开辟了新天地 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叫broke new ground 跟它类似 大家可以同时记住 注意一般过去的事 还有一个搭配呢 也非常类似叫lead the way 字面意思好像是引路在前面领着道路 领着大家一起走 那派生意呢就是做先行者 开辟了先河 一样,对吧?类似,我们看类似 the company led the way 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 friendly products 这家公司在开发环保产品方面做了先行者 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这个lead一般过去的是led 对,我们以前说过environment friendly叫环保的 这个friendly在这不是友好的而是无害的 products产品吧 开发环保产品方面开辟了先河 这是我们看到pioneer这个词 它做名词和动词的相关用法 这个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写作中可以使用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比较重要词汇 这就是英国最英国贵族的一个尊称 咱们叫某某勋爵 就是放在贵族名字的前面 它这个头衔了 一个尊称 我们大声读下lord lord 当然英国人会懂得lord 在美人中加个卷舌 都说lord 都行 我们看详细的解释 它是对贵族的一个尊称 放在名字前面表示对他的尊敬 注意个贵族呢 我们既可以叫noble 一个叫aristocrate 这是某一个两个的贵族 但这个lord要放在他名字前面 表示个尊称 而且放在尊称的时候 哎 我要大写 我们先读一下一个两个的贵族 慢慢来一遍 noble noble 再读第二个 aristocrate aristocrate 当然这个第二个词 还有一个英诗发音 前面发a也行 我们再来一遍 aristocrate aristocrate 这个也行 这也是表示贵族 这是一个两个的贵族 是可属名词 但这lord呢 是尊称 是放在他的名字前面 表示尊敬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本文中第一行 在课文的第一行 就出现lord Northcliff 诺斯克里夫勋爵 这一定是位贵族 名字前面加lord 表示尊称 L要大写 这个时候要大写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课书中 就在我们这个21课里面 马上就会看到的106页的18行最后 106页的第18行最后 出现了这么一个 叫Lord Byron 著名的拜伦勋爵 英国的大诗人 他本身是贵族 对他的尊称前面 名字前面叫lord 这么一个 当然他著名作品 Done Huan 就叫堂皇 这是拜伦的著名作品 他本身是贵族 那么贵族头衔前面 在名字前面加lord 一个尊称 但是我们知道贵族 他距离分五个阶层 那么其中有一个公猴脖子男 那个猴爵 在21颗也会出现 咱不妨先看一看 英国人历史上这些贵族 他一般跟国王关系越接近 一般这个地位就越高 分公 猴 伯 子 男 这五级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公爵 Duke Duke 猴爵 Marquis Marquis 那么伯爵 Earl Earl 子爵 Viscount 注意那个S不发音 在那边 Viscount 最后人数最多的 就是男爵 在贵族里地位最低 大声音 Baron Baron 就是公 猴 伯 子 男 这个公地位最高 咱们中国古代 有公 猴之分 那么公肯定最大了 定国公 敬国公 但猴呢 比公就差一点了 我们说什么汉寿庭猴 五香猴 这地位就仅次于这个公了 公 猴 伯 子 男 那么这些人 名字前面都有资格 加上lord 但做个辩析 如果是对爵士的尊称 这个爵士可以叫knight He is a knight 他是一个爵士 一个两个的爵士是可数的 我们读一下 knight knight 那么爵士名字前面尊称 叫Sir 注意这个Sir 不能发现成先生 如果先生跟名字 咱们一个Mr Mr. Smith 史密斯先生 但是爵士名字前面加Sir 是表示对爵士的尊称 注意爵士是commoner 爵士是平民 不属于贵族 贵族呢 是跟国王沾亲戴故的 而这爵士王某是立下功劳之后被册封的 所以他并不属于贵族 这是常识 我们复习一下 在第66页 就是十四课里面讲过 66页第九行 大家记得吗 Sir John Hawkwood 约翰霍克伍德爵士 这个人不是贵族 他是册封的 这是爵士 这个当常识 我们可以顺便把它同时记住 那么最后一个比较重要词汇 咱们再看看后面那个路上的 或者是当副词来用 叫通过陆路取到陆路 作识形容词 就是陆地上的 陆上的就好了 那么形容词副词 发音并且都一样 大声来吧 Overland Overland 叫路上的 或者是通过陆路取到陆路 两个词都行 我们分别看一看 先看一个当形容词的地图 An overland journey 一次路上的旅行 咱们没有坐船 也没有坐飞机 在路上去到别的地方玩 路上的旅行 形容词做定理来用 它做副词来用 叫通过陆路取到陆路 这个时候类似于我们 大辟的by land 取到陆路 这个用法 我们看例子 We traveled overland to杭州 就像呢 We traveled by land to杭州 是一样的 我们取到陆路 通过陆路去杭州 而不是坐飞机 也没有坐船 这个时候呢 它做副词 跟形容词 发音频写完全一样 做副词时 可以替换成by land 就好了 这是通过陆路 取到陆路 注意 两个词性 咱们用的时候 不要轻易在后面叫ly 副词也是它 那么同时可以同时记住 跟它类似的 还有什么 通过海路 叫by sea 通过空中 坐飞机 叫by air 这个都行 跟那个取到陆路 by land 可以同时记住 这个类似 都是坐状语 我们更具体的呢 如果非要说通过 什么公共汽车 什么小汽车 什么轮船飞机等等 那也是加by 那后面加具体交通工具 就好了 by bus 用汽车 by train by car by ship by boat by plane 就好了 就是通过什么具体的交通工具 这更具体一些 比那个陆路 水路 通过空中 它更具体 但是回顾我们说过 在第八课咱们讲过 如果交通工具 前面加by 那仅仅强到这个方式 我们这个时候 这by后面没有人称和数的变化 但如果说某一个交通工具 或谁的交通工具 有人称和数的变化 加什么解释 大家还记得加in in my car 用我的汽车 in a boat 用一辆船 等等等等 那时候加in 但by后面没有人称的变化 也没有数的变化 就是通过这个方式 就好了 但图步 不能说by foot 一定是on foot 那不能说by foot 那一种on 而是用单数的foot 就好了 这是图步 那么这是我们当状语来用 这是我们用借词 后面加冰语 如果用动词表示 通过路上 通过空中 或者是这个航行呢 动词也行 你看这是一系列的 那么取道路路 是不是可以用drive to 开车到某个地方 如果强调从哪出发呢 drive from place to some place 同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同样的通过空中 可以用动词fly 那么航行坐船 可以用动词sail 这是动词系列 从某个地方到某个地方 借此搭费一样 如果知道从哪出发 from都可以去掉 那类似的 我们用动词称作某个交通工具 那动词都可以加take 对吧 动词系列 take a bus take a taxi take a train take a ship take a boat take a plane 等等等等 也是表示 用某个交通工具 去某个地方 这是动词系列 咱们表达是 就更灵活 更丰富一些了 好 20个呢 生词不太多 咱们这三个重点词 希望把老师讲过的 这几个重点质点 把它记住 基本这个时候生词 就掌握住了 好 生词端语 我们就先看到这 好 生词端语 好 生词端语